今天先講講香港銀行面對的困境 尤其是現在經濟的環境 樓價跌 為之撤離 其實香港的銀行面對什麼的困境呢? 困境就是跟其他企業一樣就沒有生意 這個就是最大的困境 你看到一件事騙不了人 就是存款息就很低 就是你在香港擺定期或者活期就沒有什麼息給你 定期都是低於美金息一厘 因為你掛美金就跟美金息一樣 現在你做美金定期都是五厘多的 但是你做港幣那邊就低了一格 有些差不多四厘就開給你 四厘就是低了一半 比如我自己做美金定期都做了五厘半 那個原因就是銀行不要錢 他不要錢的原因就是他的錢沒有出路 他都免得那麼多在身上 你擺活期就算是零、零點幾 就是那個給你 他不要你的錢就是因為沒有什麼出路 沒有出路的原因就是銀行主要兩美 一美就是企業貸款 一美就是個人層面的貸款 個人層面有分兩類 一類就留安 這個比較大的 以前來講 另一類就是那些私人貸款 其實主要是這樣而已 所以你現在看到企業當然就少很多了 因為很多辦公室都空置了 你看到其實外資少了很多 外資少只剩下一些本土的企業 本土的那些其實很多都在捱 如果你說做零售很多都 各個盈利壓力都很艱難 比如飲食那些你看到都沒什麼錢賺 那些不會跟你借 借你也不敢借給他 你怕他倒閉還不到 問得銀行借的可能都等死那些來的 那你銀行不會給他 如果你說正正常上那些 他未必會走去銀行借 因為現在那個環境 那式有的環境實在不非凡理想 另一類會借的就是那些地產商 但是地產商你近年都聽到 根本銀行都不想借給你 他們都要借財仔 所以就是銀行在那個審慎借貸的原則之下呢 其實就不是太想在這樣的環境 借給一些高風險客戶的 那往往就是高風險客戶才需要資金的嘛 低風險那些就現在這樣的環境 不是很有動機的做事 所以企業貸款那裡是弱的 那樓案就不用說了 你都看到現在的樓市根本都這樣跌化 都沒什麼人出去買樓 得回P loan 就是可能私人貸款 私人貸款也是同一個問題 問得你借的那些可能都是打算走路的 或者打算破產的 那些就借有去沒有回頭的嘛 那你從銀行來說 如果借出去回不了就壞賬了 所以他都會借得很審慎 所以你沒什麼資金出路的時候 銀行其實不需要吸這麼多錢 那銀行最主要的業務都是 左手來右手去啦 這些泰存業務 如果這裡沒有的就 整體的生意會差了很多 那最多就可能 一些叫做周邊的業務 你可能都有發現的最近 最近你lock in的那些online banking 多了一些銷你這個銷你那樣 搞些什麼產品啊 一些新推的古怪東西 那現在可能在理財方面 想著手做些事情 但是始終香港來說 市況現在都一般的 你出很多 因應香港或者大陸的理財產品 其實就不是那麼好賣的 那理財產品不好賣 就是只是一條水 但是我估計不會很賺很多錢 那另外就是炒房業務 但是不是很多銀行 有自己說很大的盤 去坐很多東西炒很多東西 還有很多炒房坐著的那些 都是所謂fixed income的東西 那些定息東西 定息東西其實你看到現在環球 那條U curve 是這樣走上去的 一些息上的 其實就是債那裡都很難賺錢 都是輸的多 還有有很多銀行都坐不少那些人仔東西 人仔那裡又是貶值 就是坐著那些局長 你身為銀行很難扔回街 共產黨找你算掌 所以就是現在銀行是幾邊夾著 那個壓力是幾大 嗯 現在呢都是 剛才你提到這些新的理財產品 很多的銀行就用這些定期存款家 就是搶客 是什麼原因呢? 有些說銀行缺錢 剛才你說銀行太多錢了 不是的 它普遍的息口都是四字的 就是現在你開給客人那些定期息 其實都沒有INNERBANK拆錢的那個息這麼高 就是很多時候那個定存息 長線來說就應該跟INNERBANK拿錢 銀行同業拆車的市場應該差不多的 上落都是半厘 政府半厘 但是如果你那個定存息 或者存款息長期低水 低於那個銀行拆錢的那個市場呢 就是那些銀行在同業上問 已經很容易拿到錢的 根本就不用走去問客拿 所以在這樣的角度說 就不是這回事了 還有有分別的 你在INNERBANK拆錢 就anytime都可以拆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資金需要 你突然間說搞高息吸存 那些客人不會跟你馬上走過來拿錢給你的 你又要賣廣告 搞一陣子 讓客人瞎瞎瞎瞎走過來 跟你開來搞定期 又可能T加1 其實不是這麼快拿到錢的 從銀行過去 銀行最快拆錢的方法就是 在同業市場那裡拆回來 通常就是同業市場 如果大家都在水緊才會拆不到的 但是近年也試過了 如果大家在水緊 你就跑去MA 衰衰的貼面窗那裡拿 他都給你的 但是如果你同業市場是緊的話 你會看到那些hyper夾上去 那些hyper事實上都沒有怎麼夾上去 其實整個同業市場就不會特別緊的 通常都是某些時間 就是可能放大家 季節、年節、年尾 這些位置才會緊一點 你現在這些淡季就不會緊的 所以如果現在有些銀行突然間開高息 他根本就是賣廣告 早前試過有一、兩間 相對大的那些 他一間不做 是他做突然間開高息定期 那你的報紙 就全部跟他愚蠢蠢賣廣告 每個人都做了頭條 就是你一份財經報都做頭條 那他比自己給錢賣廣告好 其實賣廣告是marketing 根本不是 他不是特別說吸錢或者要很多 那其實現在那個銀行 無論是存款也好 那個貸款那個業務也好 會不會差過年8年的金融海嘯呢? 這樣就不記得了 你自己檢查一下 你在金融局檢查一下這些數據 不過我印象中 現在應該就不太緊張 就是08的時候是吵架 就是簡直的市場很慌亂 現在不至於 現在的股市正在升 至少美股正在破頂 港股也有個低位上不少 就是整個局是相對太平的 現在微算是催退 這個失業都這麼低 整體的事情不是兵方馬亂那一隻 只不過就一路經濟外製 我不要用衰退 外製 外製大家沒什麼生意 死固固 是這樣的環境 這個環境 就是買賣兩閒 多於說很吵架 如果你很吵架 那個market會突然間有很多亂象出現的 譬如那些日價會夾得很厲害 那些短息會夾上去 現在就不是這種情況 那會不會出現大陸好像銀行倒被潮呢 暫時看就不至於 但是大陸那邊的銀行如果要這樣救樓市 或者田田的債頓 就遲早撿 撿多少撿哪些 我猜的第一陣都不會給那些大的撿 那你在香港開檔那些都是相對大的 如果你大陸那些山卡拉銀行都不會在香港開檔的 那就算撿到大陸那邊先見到 就不是在香港先見到 那你在香港這邊 在那裡開得到零售那些都算是大名的 你大名的那些其實一直拗著 因為你只要大的地產是勾著不撿的話 那你在銀行層面就不需要馬上去壞帳 你不需要壞帳 那張表情還可以看得到 是嗎?暫時OK的